疯狂的老爷 第二集 这是要干嘛呀 里屋那灯泡坏了 一会儿让海局回来给他换上 哦哦哦 不许他 接下来待会儿 别把那灯泡在嘴里不好拿 哦 我这老师叔 我能干大事吗 你这 我给你看 这老师那天 还能拿不出来 我跟你说 我股龄四十多年 你股门不就没法 哎 老爷呢 嗯嗯嗯嗯 那是 那在外边吃饭呢 嗯嗯嗯嗯 啊 你要过来啊 嗯嗯嗯嗯 哦 给你点个拱包鸡丁啊 嗯嗯 老爷说啥了 他说得 你可是Q是咪 嗯嗯嗯 哎 老爷呢 赶紧点个拱包鸡丁 嗯嗯嗯嗯 不吃辣椒啊 还能照我说呀 不是 嗯嗯嗯嗯嗯 哎 你这醉了 我明白了 你是想饿把你把嘴里的东西给撬出来 嗯嗯嗯嗯嗯 你看看 跟你在电话里你早说呀 嗯嗯嗯嗯嗯 我们这儿禁止划拳啊 嗯嗯嗯嗯嗯嗯 那咋害怕呢 哎 行了行了 你要别动了 那给你招日 啥事啦本次 赖子 效果 教育呐 我给你解释一下 这边呀 这腿拿扎拾 鸡毛半段都给你腿毫了 啥事啊 你也看看啊 能给他那个啊 给捺出来吧 哪个呀 就那个嘛 哦能 你趴那儿吧 稀气 尴 嘿 想知道 这咋也忒辣了 你不是说给那个嫩出来吗 这不忒出来 哎呀 我说得对的那个 那我弄不了 你这得有家伙事 诈不识 明白了 咋了邱大爷 不会呀 给他树你脚是嘴券 你看看 能给他那个 不错了吗 那咋不能呀 前四后八五都给解了 这不行 这也不行 嗯 这也可笑 慢 这咋还站起来了 还是他要跑 我可弄不了 你这鸡脚杀出不来 哎呀 老爷呢 你泡不来呀 你这嘴里到底咋个啥呀 灯泡 这玩意儿可嘴里呢 瞧不出来 那试试 你 有两下 不要求求求给我滚 主张 隔队筋 能有多筋 来 我要去屋里开的视频会议 你们家事别进去啊 啊行 用奶陪你去吧 不用不用 这打高啊 嗯 看好我奶啊 行 你去吧 咱们今年的成绩啊 各位股东也看到了 几乎是直线上的 孙帝 孙帝 我没骂你 孙帝 你干嘛呢 我给我这儿送点水果 孙帝 那你给他送了你 不是 他视频 所以咱们今年的目标 我刚想吃水果 他肯定不想再开会呢 高 高 高 哎 稍等你了 高 那你要干嘛呀 哎 快拿着 你不想吃水果了吗 啥时候说我想吃了 我绝对你想吃了 奶 我这个会很重要 我出来再吃好吗 哼 这打高啊 走吧嘛 咱上厕所待会儿 哎 绝儿 我去洗洗衣服去吧 不用嘛 您歇会吧 哎呀 我去洗洗衣服 今天太阳多好 我昨天刚洗的衣服 真不用 哎呀 没事 洗洗吧 您睡觉要洗的衣服吗 我帮您洗吧 我不洗 那您就坐会儿 我洗你的就行 行 那您洗吧 对了 我高的衣服还没洗呢 哎哎 高 高 高 您又咋了 哎呀 快给衣服脱了 干嘛呀 买给你洗衣服去 不是我这开会呢 哎呀 不耽误 你快脱吧 我开会呢 我怎么脱呀 你在家工地 你怕啥呀 你啥敢没见过呀 妈 哎 来了来了 快来跟我南荡走 快走吧 妈 哎呀 我刚衣服还没脱呢 我不脱 哎呀 那哪给你洗个头发 我洗头干嘛呀 这是呢 新买的海菲斯 弱酸控油洗发水 留得滑代眼的 头发洗了没多会儿就油了 可能是头皮被破坏了 海菲斯弱酸控油洗发水 是温和亲肤的弱酸控油 配方 贴合人体变身时 温和清洁头皮 而且呀 不伤头皮皮脂膜 否用护发速度很顺滑 其实护理头皮和护肤一样 保护好头皮呀 才能有好头发 海菲斯就用了这个先进理念 我知道 我每天都在用这个 海菲斯弱酸控油洗发水 还添加了贴着海藻精华 洗完特别蓬松 不伤头皮液一点都不油 但我现在在开会 您先去沙发坐会好吗 这打糕 妈您别去找他了 您陪我待会儿行吗 诶 雪儿 您想吃炸酱面不吧 我不想吃 行 那妈给你做点去 快喊我刚刚出来吃面条 妈 她开会呢 那不行了 这面都要坨了 那我陪您吃行吗 哎呀 那给我刚饿坏了咋整呢 她不饿 高 大高 高 高嘞 开启 那你到底要干什么 试试干嘛 我跟你说了 我再开会再开会 你怎么就不知道呢 奶奶不是怕你饿吗 你吵着这一点都吃上饭了 奶奶 给你做饭 还做错了 你可是奶奶糕啊 对不起奶 我没说您做饭不对 那你还是奶奶糕吧 是的 是啥呀 酥酥 叔叔 好高 好高 来 那我先饭你吃吧 我爸的愤怒瞬间 妈 我上小去了 去吧 路上看哪车啊 嗯 儿子这种不太对啊 嗯 好了 你没发现他越来越瘦吗 而且一回家吃饭就跟饿死鬼似的 不应该啊 我给他不少饭钱 我继续给他没有吃的送上去 鲁迅先生说 这是个吃人的舍子 行了 下课 吃饭吧 老师 我 我不想吃泡变 那你想吃什么 我们都吃一个月的泡变了 为什么我们都不让吃饭吃饭呀 不让去就是不让去 有泡变你爱吃吃 不吃饿着 老大 我给你带 爸 你怎么吃泡变的 这怎么都是泡变的 我不让你吃饭吃饭 对 别让 我说我都吃一个月的泡变了 来来来 孩子们这有烧鸡 快分身吃了 冲鸡 算 闹啥呢你们 闹啥呢你们 李老师 这怎么回事 什么怎么回事 我听孩子说你不让去食堂吃饭 连着让孩子们吃了一个月泡面 啊 这不是为了培养孩子们吃苦 那老的天生吗 有你这么培养的吗 姐 你看着你帮学生婷婷 食堂马上挺不住我倒了 他一倒 我马上就到食堂包下来了 啥意思啊 为了你们的利益 让这么多孩子跟着恶肚子 你别扔 我扔怎么了 学校知道这事吗 校长知道这事吗 三个家长你 你你理解一下 我表弟家里不容易 谁容易 孩子容易 家长容易 你们有什么权利孩子的不法 我也没饿着我 那他们上厕所随便买啥食物都行 就是别上食堂 上不上食堂 是孩子们的权利 你没资格根本全力控制 懂吗 孩子们 上食堂吃饭去 你 你找 哎 谁 我让他 都给我劝 使劲吃 孩子 你咋不去 我不想让大家上食堂 为啥 需要上食 往家开一点 好 再课 真 我自己看着 谁把我书撕了 哈哈哈哈 我没骗你吧 我真给他撕了 哈哈 你为什么撕我书 撕你书咋的 整街路给你嘴都撕的 这就我跟你说我蛮那傻子 这也不傻 你看着啊 你干嘛 你再给我逼一逼 我操 还真是傻子呀 好玩呀 你也来来这 我就过来了 今天咱老 出来 你我脸干啥 刚才那么欺负 行了 可别打这个恶人心告状了 我没有 没有啥 一个巴掌拍的响吗 他们平平无故就欺负你啊 他咋不欺负别人呢 都抓住自己的问题 夏姐可你给我站着上啊 为啥 你说为啥 我把你的客外班全班都报名了 咋就你特殊呢 我家 没什么钱 行了别说了 滚回去吧 站着啊 哎呀跟傻子说话真好玩啊 可不是 别扔吧 别扔吧 你再说一遍 我说 别扔吧 啥 你挺肝啊 你 再善我一下试试 给我咋 疼疼 别扔我书包我行啊 帮忙来啊 你给我放开 我是老师 但我不是傻子 我告诉你 从今天开始 我不想再挨气衣服了 明白了吗 明白了 你给我书包整脏了 我赔你个心的 你赔得起 赔得起赔得起 我外国买了这些游戏机 这些闲置呢 我都挂钱医生卖了 所以家里人都有闲银 因为你来闲置 我上班的宝贝卖的可快了 都赚不少钱了 铅上班那间年轻卖的 谁是赚点钱吗 哎 干嘛呢 欺负同学呢是吗 嗯 我 欺负你了 啊 没有没有 有人看见我欺负他了吗 没有 啊 没人看见 我们赞得起 我为什么要赞得起 你啥意思啊 我让你上后面上去 我因为我没上你课外包 没给你送些花 你就让我赞你上课 还有黄法房 还有法律吗 行了行了 你快坐着吧 咱们接着上课哈 上几个课咱们讲到 鲁迅先生的文章中 车马了对当时救生会的讽刺 咱们知道